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就有我黃楊達 有莊子恩 早晨 還有阿菲 早晨大家早晨 喂 晚了一點點開始 因為我跑步回來 還有我昨天沒有準備節目 剛剛才來看看說什麼 喂 大家現在給點反應 看看看不看得到 聽不聽到 課不課到金 聲音有沒有問題 課金 對呀 現在壞了 有人現在在京都 吃著豆腐煲廳大香 吃著豆腐煲廳大香說 那便開心 很棒 京都哪裏 在京都哪裏吃豆腐煲 這麼棒 吃早餐 京都很多地方都吃豆腐 中華豆腐 不是 有些豆腐乾 哦 拿來炒菜的 有些 有不同的地方 有時候有豆腐 豆腐乾 烏冬 烏冬 都有 正啊 正不正就 我喜歡吃豆腐 哈哈 哈哈 喂 大家看到就聽到 喂 第一節說什麼呢 第一節都是 咳咳咳 說倒閉 是 都是說倒閉 周圍都倒閉 倒閉 倒閉就是熱話 這也是我們每個星期 經常都會說的 經常都會說的題目 還不是熱話之前 我們已經經常說了 早早就已經說這個題目了 而且他還沒有倒閉之前 我就已經說了 我又跟大家介紹一集 《笑死浸》 大概一年前我就說 我說 我接下來就會有一些 叫做 發爛詐式的倒閉 發爛詐式 反對 不敢做 不敢做的倒閉 不敢做的倒閉 一年前說的 你記不記得嗎 一年前說的 稍後再說回這一集節目 是說什麼 但是先說 現在不是很多倒閉新聞 或者是很多倒閉消息 整天天都有倒閉消息 我看到一篇文章 在那裡說 他就說 那些人報憂不報喜 就是說那些人報憂不報喜 就說 整天都有倒閉 整天都倒閉 但是有沒有想過 其實 如果首季 三千間店倒閉 即是說今年 今年2024年 第一季三千間店倒閉 三千間店倒閉 過不過張 那他就說 你要看看有多少新店鋪開 如果三千間店倒閉 但是其實與此同時有很多店鋪開 那其實 是沒事的 那些只不過是換血 是不是 那他就說 有那些 財經 財經KOL 或者專欄作家 他就說 他就說 現在就因為大家報住 經常報住那些 那些倒閉消息 來講 也可能比較情緒一點 以及有意圖一點 經常看著店鋪 什麼時候倒閉 那是有這些意向的 是有這個情緒 有這個氣氛的 等於 譬如 就是好像很期望倒閉 但是其實 這個就說 其實 雖然 說就說有很多倒閉 但是其實 也有很多在大陸的財團 那些飲食集團 對於香港的 尤其是飲食的市場 就虎視眈眈 就會走進來 就開新舖 換血填補了一些空間 實際上是不是這樣呢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在疫情期間就是 疫情期間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我也有做過節目 我就說說 其實在瘟疫期間 也有很多店舖去撿 嗯 瘟疫期間有很多店舖去撿 然後也有一批店舖 就是開的 接力開的 知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 有很多店舖接力開的 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封了關 不是 不是 不是說那時候資金流 你看看這裡 你看看這裡 因為 因為 香港有很多個阿菲 是的 因為香港有很多阿菲 這些人 當時 就是 很多人 有一堆人 而他們又有錢 就像阿菲那樣的想法 就是覺得 嗯 應該都見底了 是時候了 是的 應該都 疫情快要結束了 還有就是 嗯 都見底了 那些東西開始便宜了 應該會升回了 有一段時間 阿菲也樂觀了 有一段時間 阿菲也樂觀了 阿菲就說 好像回來了 好像不錯 就是那段時間 就有一大堆人去開店 再錯下去 死亂了 那班人 那班人死亂了 死亂了 好了 接著呢 就去到 一年前 一年前這個時間 就是都 那時候都未 未完全復上 嗯 剛剛差不多復上 那接著呢 我就說 當時我就說 我說接下來將會有一大批的結業 一大批的結業 而當時我就說 那些結業 就不是做不住的結業 嗯 而是發難詐的結業 什麼叫發難詐的結業呢 所以呢 現在呢 我想說呢 現在的結業 現在的結業潮 是有兩種結業的 是 有兩種結業 一種結業 就是呢 那些這樣的店 其實大概開了 年多左右 哦 就是那些店鋪呢 是沒有良好過的 那些店鋪呢 要麼就是 疫情中期開 要麼就是 剛剛上年年頭開關的時候 那時候開 嗯 而他們呢 全部都是猜錯 猜錯 疫情中段的時候 就猜錯疫情幾時完 嗯 好了 有些呢 就猜對了疫情幾時完 又或者呢 看到疫情呢 是去到完 那就開了 開關了 那還不開 還要是時候 是時候開 嗯 而這兩種店鋪呢 這兩種時間開的店鋪呢 都是計算錯的 為什麼計算錯呢 就是因為 他們沒有聽我的節目嘛 我節目的時候 講了很多次的 你記不記得 我節目講了很多次 我也說 疫情完了之後 才是經濟真正差的時候 嗯 而他們覺得不是嘛 嗯 他們覺得 只要疫情完了 經濟就復甦了 當然不會輪迴 當然不會輪迴 疫情完了 日本的經濟就復甦了 就不是你經濟復甦了 所以呢 現在的執戀呢 有一種 主要就是 他根本就是 剛剛開 計算錯數 那些少許防守力都沒有 嗯 輕輕防守力都沒有 因為完全計算錯數嘛 他是抱著一個 非常樂觀的預期 就說 喂 現在不好 一開始不好 先難後二 全部錯了 那個貪影全部錯了 好了 第二種執戀是什麼呢 第二種執戀呢 就是呢 剛剛這個說的就是呢 這個說的就是呢 喂 只要開業的那些 多過倒閉的那些就行了 是不會發生的 是不會發生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主要的執戀是那些做不住 計算錯數的那些 喂 你做不住 那個世界是這樣循環的 假設你的店做不住 你的店做不住 但是 那裡總有一個數字在那裡 是 就是那個位置 或者那裡的客源 它總有一個數字在那裡 OK 你做不住 有很多原因而已 可能你的薪金貴 或者你的資金頂不了 或者舖租貴 好了 到你做不住 下一手進駐的時候 下一手 喂 跟業主說 喂 這個租做不住 這個租做不住 減減不行 那麼他說不行 如果不行的話 那麼我不賣這個東西 嗯 喂 你賣這個這樣的 小菜做不住 小菜成本貴 小菜成本貴是甚麼 廚房佬貴 不做廚房佬的東西 做米線 米線不用廚房的 米線是不用廚師的 你知道嗎 米線那些 全部都是炸的 那些東西 炸炸它 那個人也叫他做廚師 但實際上那個人是廚師 那個人找一個阿嬸 那個人找一個阿嬸做就行了 譬如你做米線是不用廚師的 那你就好了 然後就炒了廚房 不做小菜做米線就馬上做到 嗯 這些原本是這樣的 這些原本是這樣的 這些就會輪替了 就會輪替了 所以如果情況 全部都是因為生意而做不住的話 這樣是會輪替的 是會這間收拾了 下一間來 一雞四一雞明 但是現在的情況就是 這些人他們全部都不知道 這些財經分析 很難不透徹 就是因為 有一個很難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現在是一個 我一年前已經跟大家說了 現在是一個什麼經濟衰退 現在是一個 發爛雜式的經濟衰退 現在沒有人把這件事 放進整個經濟的研究裡面 發爛雜式的經濟衰退是什麼呢 就是說 有實力的人不能做 那間店鋪不是沒有實力的 那間店鋪甚至乎是一個數位 他不能做 他為什麼不能做 你知道為什麼不能做嗎? 灰心 辛苦受氣 他為什麼會灰心 不想養著一群伙計 為什麼他受誰氣? 受火記氣 他受火記氣? 他媽媽的臭氣 他不能想做 就是 就是 我朋友就是這樣 我朋友原本有五六間食肆 那間店鋪不是想聘請哈利世代 你想那間店鋪質素好 那你不可以自己做的 你一定要 廚房、樓面各樣東西 那些清潔 周圍環境好 好了 那你當然是 成本你可以減 你說不做小菜 不做小菜做車仔麵 不做小菜 那本身 本身的世界已經是這樣發展的 那就是因為 因為大家都不想用廚房佬 廚房佬又貴又欣賞 那因為廚房佬又貴又欣賞 大家已經盡量排斥廚房佬了 那已經令到東西變得越來越沒有特色 全部都是那些 那些這樣的 加熱食物 加熱食物 或者食品工場食物 那你為什麼 譬如大家投訴 現在出街吃東西 全部都是食品工場食物 好了 那你現在是覺得 你現在是覺得商家縮屁的 你現在是覺得商家縮屁的 你也不想聘請人在這裏煮食物 不是的 有時候不只是商家的問題 而是廚房佬真的不加強 你請回來受氣 你明白嗎 你請他回來 你明白嗎 譬如我想說 好像老金 老金是轉過很多廚房 那當然 就因為 財哥對食材也很堅持 都進入好的食材 也選擇 而且他的出手也很高 他出手很高 但是 每一次廚房佬離開 都不是因為辛苦 也不是因為錢少 每一次都是 而且每一次一走 一定是整個廚房一批走 每次都是這樣 但是又不是因為錢不夠 也不是做事忙 每一次都是不同的理由 而每一次的理由都是屎屁的理由 你真的 我都跟財哥說 我不要再聘請這些屎屁了 你做小菜是要有廚房 你做小菜一定會有廚師 那你找一些不是屎屎屎屎屎屎 沒有 找不到 寫包單沒有 廚房佬就是屎屎屎屎屎 沒有說的 一定是 一定是 那好吧 然後你請一個人 但是有些人已經避開了 有些人避開了 但是 你找一個樓面像樣的 沒有的 沒有的 你知不知道我現在去餐廳吃東西 我經常都一個人吃東西 我老婆不在 我經常都一個人吃東西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他每一次都會問我多少位 你知不知道我每次都會怎麼說 你見到多少個 不,我每次都會說四位 哈哈哈哈 不是,你的店鋪又沒有人 哈哈 你媽的店鋪又沒有人 你是要逼我去坐單邊的那個劏房的位置 你明白嗎? 他一定會有一些位置在窄邊 單丁位 窄邊的 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進去 不知道是泰兄還是什麼東西 那條很窄的那條邊 那條很窄的那條邊 我一進去 他問我多少位 我說一位 然後指了他那個位 然後我叫他整間店鋪都沒有人 我說四位 你剛才說一位 都說四位 他們這樣 你見不到 戴我過去吧 哈哈哈哈 你幹什麼東西 屌你了 為什麼一定要我坐那個位置 是啊 是啊 明明有位置的 這些就是不懂得變通 我去哪裏也有四位 哈哈 四人桌 麻煩 一定是四位 哈哈 為什麼要四位 屌你了 你看不到嗎 哈哈 會收茶匙 哈哈 他在刀下望找 你見不見 我一隻腳就拖了一個 哈哈 肩膀抱著一個 肩膀抱著一個 腳又拖著一個 好恐怖啊 你給我那裏 我怎樣坐 哈哈 瘋狂的 然後呢 你屌 沒有人的嘛 沒有人的嘛 然後又是 又是 又是 去到 就是那些餐廳的人 去到門口 然後又是問你幾位 有時是一位 有時是四位 然後他裏面有人的嘛 是 他裏面有人的嘛 然後你知不知道他會跟我說什麼 跟你說 我可以等一等 不是啊 他跟我說先按飛 按你老母臭氣 先按飛 你現在裏面滿了嗎 那些 你屌,有時是先按飛 有時有些西餐廳就問我有沒有訂位 你老母啦 你看看你裡面多刺激啦 有沒有訂位 有啊 在寶福山幫你訂了位啊 有沒有訂位啊 屌,你屌,你屌,你現在好生意嗎 先按飛 你幹什麼的 幫你試試這部機活不活 神經病的那些 其實我沒有指這部機活 唉 暈倒 那個時應 屌,你屌,你做飲食 香港做飲食業的人 根本上屌,你屌,你屌 失業是不足以懲戒他的 你明白嗎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現在在香港 屌,你屌,你屌,有23條 有國安法 亂說話 帶動仇恨 是會抓去坐牢 為什麼時應不用坐 我很想知道 哈哈哈哈 我很想知道為什麼這些樓面不用坐牢 我非常想知道 抓去坐牢吧 那些人 屌,你屌 我覺得這些人危害國家安全 哈哈哈哈 正所謂民意食為天 你吃東西弄到我這樣 你還不可以製造社會撕裂 當然是帶毒仇恨 你屌 завис 你要有什麼可以分裂國家 我都要抓他們 你屌 這些事情要審議 你 mafia 有什麼有法律漏洞 Month 我想說 我想說是 喂,你不忍… 倒閉就是因為這樣 你怎麼教的呢? 你怎麼教的事情呢? 先生,他先按照片 他也是會發聲的,震撻的聲音 先生,請你先按照片 你裡面也沒有人 外面也沒有人,裡面也沒有人 你又沒有人 你還問我幾位是要安排 黏著別人 你坐那塊板的一個位置 我厲害四位 一定是四位 我給四個位置查戒 也要坐四位 就是坐四位 走的時候我就說自己是一位 你明白嗎? 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 你做生意的那些 現在倒閉 他未必是真正的數目撐不住 而是 你經常都要去處理 一些超雞毛蒜皮 九五八八的東西 搞得你心力膠水 你搞得你店鋪 現在網上有很多關注組 有很多那些黑店關注組 那麼你有時 有時候出的東西 你怎麼保證自己出品會好呢? 你怎麼保證自己的店鋪服務會好呢? 喂,你… 如果你維持著你的店鋪 你維持著你的店鋪 三個月 不要長 你嘗試要維持你的店鋪 三個月 連續三個月 天天開店鋪 天天出品沒有問題 服務沒有投訴 你一定會心機更濕 哈哈哈哈 我覺得不用三個月了 一個月已經可能暈倒了 你要賠償你自己健康嘛 你明白嗎? 沒有必要做嘛 沒有必要做嘛 所以我跟大家說的是 很多人不明白 很多人不明白現在的經濟環境的問題 租金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最最最核心 最核心 是人 人用不了一個最大的問題 人沒有辦法用 因為你怎麼搞得好 你都要人做 如果人永遠都做不到 你心目中想要的標準 於是你就吐血 以前不是這樣的嘛 譬如 上一代 也不要說上一代 只不過是五六年前做生意的人 是沒有辦法明白 現在這個時間的 五六年前做生意的人 不行 你就炒了去換 你換極的人都是這樣 換極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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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提升不了 做出來的那些 一定是老老老老老 老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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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這樣的 然後你自己 就會花了很多心血 在做一些 雞毛蒜皮 毛以名狀 不知如何 你叫他做一件事 他肯定會脫漏一點點 你叫他做一個菜 你做一個麻婆豆腐 他說麻婆豆腐 沒有麻婆 沒有豆腐 不知道為什麼 你解釋不到 麻婆豆腐 有麻婆 我也做了一半 那麻婆是什麼 這是什麼 永遠就是面對這些問題 永遠就是面對這些問題 當你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就會想不做 這就是所謂 發爛紗 發爛紗式的倒閉 發爛紗式的倒閉 就帶動了一批 發爛紗式的經濟衰退 而很難cover的 因為他不是說 因為馬間鋪計數計不好 或者某一個類型的東西 潮流不流 而是整個環境令到他 而這個環境是什麼 環境是 香港的軟件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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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做事的人出了問題 而你不知道從哪裡入手去培訓他 這個很複雜 唯一就是買二世世代使用手冊 你 你不知道從哪一部分去做好的 你是去到企業也不知道為什麼 企業也想不到方法 去到集團 財團 也想不到方法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好了 那個人就說 那個人就說 喂 那些大陸的商店 大規模進入 其實要進入已經進入了 要進入已經進入了 大陸企業大規模進入 而這個是大陸企業也想不到 大陸企業大規模進攻香港 已經出現了 嗯 你以為遲些才來嗎 不是 已經出現了 那如果浪潮已經停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些人會上大陸吃東西 這個是其一 其二 你知道嗎 因為 請不到好的企業 他店鋪下來 都是請回那些傢伙人 你明白嗎 他在深圳也沒見過那些傢伙人 你明白嗎 哪有人懶得這樣 他不是懶得那麼簡單 香港的哈利世代 不是懶得那麼簡單 他不是懶得可以解釋到 還有有時候 你最懶得古怪的就是 他其實是不懶得的 他做錯事的時候 很懶得勤力的 做錯事 他知道那些是搞禍 那你就覺得 譬如你改一個食材 你做一個食材 做錯了 那你就覺得 唉,幸好發現得早 然後你看一下 你老媽已經做了一百萬份 為什麼要這麼快手 為什麼要這麼快手 突然這麼快手 勤力做錯事 他知道一做錯事 他忽然間就會很快 哈哈哈哈 怎麼會這樣 你明白嗎 他很有效率 譬如有一件事 你要去通知客人 他通知很久也通知不到 但是只要那個資訊是錯 他一定會傳到我 哈哈 傳到我 定律來的 已經做完了 一想定的 全部都是錯的 一想定的 對了 然後你就要 逐個逐個去道歉 逐個逐個去道歉 你平時發的信息 很難發的 是啊 等很久的 等很久的 你叫多少個發的 都不會發的 只要是錯的信息 他一定會發給所有人 哈哈 馬上就發出去 是啊 通常都是得罪人 搞錯了那些事情 他不是懶得那麼簡單的 他不是懶得那麼簡單的 他很懶得沒有路足的 香港的哈里世道 是沒有懶得路足的 你不知道他怎樣的 你不知道他怎樣的 有人說 昨天叫麥當勞外賣 他漏了一個麥樂雞醬 叫他送上來 那個員工送錯地址 還堅持說自己送對的 他在跟你爭辯 他跟你爭辯 他花很多精神 跟你在拒你力爭 那些這樣 他懶得不懶得 他不懶得卸博的 他不懶得推卸責任 他不懶得堅持到底 你到底 我想說 譬如他所說的 就是 如果開店多於倒閉 如果開店多於倒閉 會不會 那哪裏 有新的資金湧進來 市場也看好 然後市場看好 然後湧進來 他已經湧過進來 他事實上也有好的成績 譬如大二酸菜魚 已經很受歡迎 他就拿了大陸那一套 還有食材也是便宜的 他一定是大陸運下來的 那些材料 整個配方的東西全部都運下來 然後就做 就做 這樣 他也開始越來越少生意了 他也開始越來越少客 沒有啊 那你一定在香港 你最基本上 都要請到香港的西面市影 嗯 嗯 他那種趕客的能力 是你怎樣 你左計右計 在整個business plan裡面 是計不到的 他請了回來 那你計好了 整個market value 整個地段 各樣東西 那你在其他地方 那些城市的系數 計回來這樣 他照計就會有十宗生意 一百宗生意 你計不到那個市影幫你趕走幾宗 有漏洞 你怎樣計都計不到的 就是你唯有請人的時候 可不可以請一些不肯趕客 哦沒有 你將會請一個趕少一點的 哈哈哈哈 猜不到 說笑一點 他是幫全部都趕客 全部都趕客 程度的問題 為什麼香港人是這樣 香港人是這樣 發爛詐式經濟衰退 發爛詐式經濟衰退就是 你根本就做不到生意這個地方 做不到生意的地方 就是因為 人出了問題 他軟件出了問題 很大問題 所以根本 這些研究是沒有看到這件事情 所以歸根究底 香港要發達 靠什麼呢? 就是靠 用人 管理之道 而我夠膽講 三五年前 告訴你懂得管理的人 現在全部都不會管理 沒有人能夠管得到 現在這個世代的人 沒有人 除了你們 因為你們有買二世世代的使用手冊 快點買 買書 買書救你一命 OK 我們這一節到這裡 有人課金 謝謝大鏗 小貨支持 拜澳門蟹仔 多謝澳門蟹仔 大家都課多些金 喂 我們這一節到這裡 稍後回來繼續 看完節目 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頻道 收看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